大批黑衣人昨晚在九龍塘一帶 大肆破壞超過五小時 有一成雙場被嚴重破壞 晚上近八點 多個黑衣人去到已關門的有一成 先破壞外面的玻璃 打爛玻璃門入內 大致破壞雙場圍牙玻璃 有幾層樓高的聖誕樹被中火 雙場職員開喉制止火勢 最近一帶亦有黑衣人破壞 先是浸會大學對出一段窩打路道 有人從校園搬出桌椅和垃圾桶等焚燒 半小時後 在歌和老街城市大學宿舍外 有人釘汽油彈 警方開防部窗驅散 到深夜十一點 再有黑衣人在右一城破壞 包括流冰場的玻璃衛拿 尾心集團多家食肆 同層的商業大樓入口亦被破壞 還有港鐵九龍塘站 有人闖入月台向老鬼扔汽油彈 走 售票機、襲機、票務中心都被毀壞 黑衣人迅速逃去 之後輪到城市大學 恒生大樓一個辦公室 破壞都是短短幾分鐘 差不多時間 另一班人 在右一城商業大樓地下的電錶房 扔多個汽油彈 有人就燒電箱 附近的街燈全部熄滅 無線電視記者郭詠音報道